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 沈玉林金,12, 宣传火锅店发行第二单曲《驻间的爱》, 该曲内容和火锅店合作, 曲风实处嘻哈风格, 而为了准备这首歌曲, 沈玉林在家几乎24小时大放送, 笑说连我女儿都会唱, 父女俩合唱让老婆牙牙大翻白眼, 问及单曲是否有获利回本, 沈玉林表示都是跟一业合作, 造福大家为乐, 提及近期金钟热门话题, 沈玉林表示看好胡瓜力综艺大集合 夺下主持人讲, 因为和相亲亲密互动真的不容易, 沈玉林这次玉金主花费尽百万制作单曲《驻间的爱》, 沈玉林衣服上还相有金色龙虾, 谈论全身形透之余还大亏好友詹维忠, 我不像詹维忠炫富, 强调自己全身形透精致但不是精品, 而提到最近金钟奖主持人选项, 沈玉林一直觉表示胡瓜应会美奖, 坦言录完以及外景节目根本是去掉半条命, 且和素人相亲互动真的不容易, 而胡瓜的节目也已经十几年, 不容易维持, 应可以地讲, 至于讲到瓜哥的劲敌飞哥, 沈玉林表示飞哥主持功力有目共睹, 笑说外景节目相比, 飞哥在棚内吹冷气, 另外提及吴宗宪宪宗一婉很大和徐乃林与曾国成的天才冲冲冲, 沈玉林分析天才冲冲冲独创性很强, 不需要洒狗血和星山色, 坦言这次是天才冲冲冲和宗一婉很大之争, 沈玉林发行与火锅有关的单曲, 住间幸福歌舞提供, 沈玉林发行与火锅有关的单曲, 住间幸福歌舞提供, 沈玉林发行与火锅有关的单曲, 住间幸福歌舞提供, 好